Live Journaling 大家好,我是Edith 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今天我想說一下 一些另類的手帳 不知道你會不會 還不知道應該怎樣寫手帳 又或者當你寫手帳的時候 總是想不到寫什麼 今天我想介紹一款 另類的手帳 你可以在裡面找一下靈感 或者參考一下也可以 這本的手帳的外觀就是這樣的 你會留意到在書籍這裡 就會有一些數字 這個就是寫著五字 五字其實是代表五年的意思 這本的手帳都有分三年的版本 五年的版本 以及十年的版本 它有一個套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布的硬皮 首先由頭看一次 很滑的紙 你看到每一頁都有一個標題 只有日期 沒有年份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每一頁都是分了五個空間 給你一年寫一格 所以當你寫到第二年 或者第三年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例如我聽過 有些人發現原來他連續三年 在同一日都會做一些很相關的事情 又或者你可以更加明顯地看到自己 在思想行為上的轉變 有些人可能還會在那一格留言給上一年的自己 表達一些感受 它的排版雖然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在旁邊每一個月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圖案 我個人就覺得這一款手帳很特別 因為你不需要每天寫很多的東西 但是又可以期待一下 當你寫了幾年之後 會可以看回這一本手帳 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體會 除了用來寫日記之外 你也可以用來記帳 即是用過什麼錢 或者用來寫一些笑話 或者記下你發過什麼夢 它的好處就是 他每天不需要寫很多 又可以體驗一下寫手帳的樂趣 如果你想到其他的用法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我這個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